好 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辆车 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 这就是来自梅塞德斯奔驰的Artego 1023 那前几天我在外面出差 看到了徐东发了一个抖音 他已经把这辆Artego的1023拿到手了 那他将准备用这台车作为底盘 打造他自己的一台四驱越野房车 那我也有点忍不住手痒痒了 想来试一下这款车到底怎么样 那这款车被称之为乌尼默克的小兄弟 那是非常有理由的 首先这款车的动力系统是跟乌尼默克完全一样的 都是一款5.1升的四缸柴油发动机 达到了231匹马力 最大峰值扭矩达到了900牛米 所以说它在动力上是完全不逊色于乌尼默克的 那它跟乌尼默克的唯一差别呢 就是缺少了一个门桥系统 因为乌尼默克使用了轮边的差速器 把整个前桥以及后桥做了提升 所以乌尼默克的整个离地间隙 要比这台Artego要高很多 所以乌尼默克在非常严酷的越野环境下 它的通过能力要比这台车要更强一点 那这台Artego的越野能力到底怎么样呢 一会我们上车试一下就知道了 好了我们来上车 来感受一下这辆奔驰的Artego 上车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车的内饰还是非常的简朴的 非常的朴素 没有什么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我们所有的这些开关按钮都是非常机械式的 那我们正式来感受一下这个乌尼默克的弟弟 到底他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啊 我们先来启动 这辆车是车是无钥匙一键启动的啊 所以说跟我们开小车的这个操作基本上一致的 对于一款四缸的柴油机来说的话 这个车的噪音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那我们现在就真实的走一趟前面的飞铺路面 看看这车到底怎么样 OK现在要把气沙打开 我们再看不挂锁的情况下 因为这个貌似是分时四驱啊 你需要四驱的时候才把它挂上 所以说我们先试试不挂锁的话 能不能上前面的这个大概有40公分的一个陡坡 看能不能上得去 OK我们没有打任何的 没有打任何的锁啊 就直接上来了 我们再看看下面下面的这个缓坡 一条沟 我先把阿片带进来嘛 我觉得这个路段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走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车轮就在我们的皮肤下面 所以说我们跟它不用小时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我们要感受一下 我们要感知一下它什么时候才会降 才会弱才会倾斜 好现在上一个坡 OK我现在没有挂四驱啊 这个坡就有点上不来了 所以说我们先退一下 退一下我们把四驱挂上 中锁和爬坡的工程开启 我们再试一下重新试一下这个爬坡啊 觉得这个完全就是飞翔的意思 轻轻一脚油门就直接上完了 所以说踩这个油门还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 不是说跟开我们小车一样 它没有那么多的惯性 你给油它才走 不给油它就没有那么大个力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 这种大起大幅 对于这个车来说简直太硬了 太简直 太简直 完全没有压力 OK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当前Artigo正在一个非常典型的交叉轴的地势里边 对于像交叉轴这样的地形 如果想脱困的话 那必须得达到几个条件 那首先它得是个四驱 有尽量多的轮子要着地 那只有更多的轮子着地 那这台车才能有更大的机会脱离困境 因为每一台轮子都会给这台车带来更大的附着力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Artigo现在这个状态 四个轮子完全着地 而且这每一个坡的高度都是大于40公分以上的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大量的扭动量下 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已经非常棒了 我觉得在比较恶劣的越野路段 它也是完全能够通过的 在后期防车改正的时候 如果能再对前桥和后桥的悬挂系统 进行一定的改装和加强的话 那我相信它的越野能力无敌了 OK那通过现在我们的画面我可以看到整个Artigo的这个大量 因为在一个这样的交叉轴的地势 所以它的大量扭动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我们想要在上面做一个防车的防箱 那必须得就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件 那就是一个可浮动的或者和悬浮的一个负粮 那如果没有这个负粮呢 我们的箱体如果刚性还不够的话 那通过这个大量的搅动 那我们防车的防箱就会被彻底的撕裂 如果我们的防箱做的刚性又很强 能够拉得住这个大量 那我们这个车现在这种扭动量就会达不到 它的越野能力就会下降 所以说为了能够既满足我们的越野性能 又能让我们的防箱不受损伤 就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浮动结构 像在这样一块车上能够做到非常好效果的一个负粮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也参考了很多国外的讲负粮的这种历史 其实这样的负粮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因为它不是专为房车制作的 因为之前的像很多的特种车辆 救护车 消防车 那它都是有这样的负粮的结构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房车是完全民用的 那它就要照顾到我们住在里面人的一种生活体验 或者驾驶感受 所以说这种悬浮式的负粮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 那最初为了释放主粮与负粮之间的扭力聚集 大多数采用的是通过拉杆片和弹簧来连接主负粮的方式 这种方式虽然有效 但是在弹簧的作用力下 恢复原味的时候 负粮会重重的排在主粮上 所以会产生很大的震动和噪音 那后来这种方式又做了很多的优化 在负粮和主粮之间增加一套减震橡胶垫圈 也会很好地来缓解这个冲击 可以有效地解决震动和噪音的问题 但是对于大扭动量的重卡或中卡 这种结构就有点不太适用 后来就又出现了翻动式的悬浮量 它是通过将负粮架高 留出主粮的变形空间来 又通过一个翻转机构来卸载掉主粮所产生的扭力 那根据负车架长度的不同 又分为三点四点 或者是更多支撑点的这种翻转机构 这两种负粮结构各有优势 拉杆型的很难完全消除一些 因冲击力所产生的噪音 但是它能够使主粮和负粮之间比较紧密的排布 所以可以有效地降低整车的高度 翻动式负粮虽然在噪音和震动上感受会好很多 但是因为提前预留出了大量的扭动空间 所以改装后的整车高度就会增加不少 这样就是最终的房车 在通过性和稳定性上受到很大的影响 今天这台车我们也试了 确实这台车的通过性 它整个大量还有悬架的这种能力完全没有问题 加之这款车的总质量限定在10吨 当前这款底盘的质量也只有4.8吨 所以说因为它的轻量化 因为它的总质量小 加上它的大马力和它的大扭矩 我相信在国内的大部分的越野路段 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剩下的就看旭东怎么去做了 如果它能够把这台车的悬架和负粮都做一定的升级 不影响现在这款车底盘的原有的这些越野性能 四驱性能的话 我相信这将会是一辆好车 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今天北京风很大 那接下来我们就持续的关注旭东的房车驾道 来看看旭东怎么去一步一步的把这辆RT狗 打造成一辆真正的四驱越野房车 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里